生的兒子之後最大的反觸就是啊 縣世暴 小時候你怎麼跟父母親相處 或是你做什麼事情 到現在就是面對自己的兒子 就是發現啊 原來就是無盡的 淵淵相報何死了這樣 首先我要謝謝我們的 次典創作工坊的導演 製作人宋亞 還有我們今天做的演員 辛苦你們了 辛苦你們了 明後兩天呢 我們有四場的演出 要很辛苦大家了 我覺得我就是 我覺得我很工夫 因為我的第一部舞台劇就是跟志凱導演 跟美姐合作的小兒子 然後之後我又看了 音樂劇的小兒子 然後之後我自己真正有了一個小兒子 然後我這個小兒子呢 他現在快要熄一個月 但是他已經開始會那個 越獄了 就是我們把他那個圍欄圍起來啊 他現在已經是 他要翻出來他知道會跌倒 但是他知道可以靠近那個 如果這個圍欄是有靠近一些桌子啊 或沙發 他就會呼呼一下就爬出去 爬出去就開始搬東西啊 搗蛋 然後在那個瞬間有時候就會看著他 我就說 弟弟 no no 然後他就看著我這樣 然後就把東西咬下去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過程當中 我就覺得 以前我們不知道 我們在弟弟不可以啊 不要做這些都不要做這些東西 但是 演完小兒子 看完小兒子之後 這些都是過程 身為一個父母對待自己的孩子 就是要讓他去闖獲 要讓他在這個過程當中去學習跟成長 所以我覺得我很幸運 然後很開心啦 今天又再度看到這個音樂劇又重新開始 然後又是這一場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battle這一段 真的太有趣了 然後我希望就是 大家就是可以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可以了解就是 其實父母親對孩子的那個用心 其實有時候真的就是 嘴巴上說說還是愛的 哎呦 現在就在有那種感覺就是 說說的還愛 但我們小時候也都是這樣跟父母槓起來 對不對 那弟弟呢 真的兒子之後最大的感觸就是 啊縣世暴 小時候你怎麼跟父母親相處 或是你做什麼事情 到現在就是 面對自己的兒子 就是發現啊 原來就是無盡的 源源相報何死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雖然我兒子現在兩歲 還剛開始講話 但是看到那個battle的部分 我也覺得 好 那就先當作 當一個預防針好了 我覺得這個以後遲早 會在我們家裡面發生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另外其實也蠻感動的 就像如果父子可以互相的battle 互相dass的話 那我覺得他們應該也是一個很 愛對方的吧 至少他們的溝通可以 這麼的不用保留 可以互相的講出來 那我覺得 也許我也蠻想成為 像是洛爸比跟安寧古這樣子的 父親或是兒子的關係 因為我覺得至少 他們兩個可以毫無故技 把先進化說出來 那我覺得 那個才是一個家庭裡面 溝通應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雖然是吵架有這種溝通嘛 所以那總比 好比爸爸很兇 小孩子不想說很怕爸爸 我覺得比那樣子的 父子關係來說 可能還是更好的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 從戲裡面找出很多 屬於自己生活中 很有同感的 很感動的一個部分 所以歡迎大家來看戲 非常好看的戲 謝謝大家